让我们的公众能够回忆的这种情绪 就是这种情绪 我的心情非常非常的兴奋 比我这辈子开第一台手术还兴奋 对我来讲能够把橄榄球 一直这样扶持上来 就像自己的小孩子一样 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 这一届最大的特色在于 终于国外的球员都来了 而且这一次像日本两支球队 新加坡一支球队 这个在他们国内都是顶尖的 那有提供这样的舞台 让国内的球队跟国际的球队 可以无缝接轨 那我这个是以后 我们再提倡台湾橄榄球 最好的一个平台 日本他们的防守攻击都很积极 然后就一直持续不断的一直进攻 所以让我们就是体力下滑的速度 就非常的快 也可能因为企业联赛刚打完 然后所以其实中间还是有调整 让全球去休息一下 因为怕他们有运动伤害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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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组就对到日本 都对到日本 所以就是想跟日本交流一下 因为他们是亚洲算是顶尖的球队 他们的破坏力 要破线进攻的破坏力都非常强大 在亚洲区其实也很难跟日本对抗到 尤其是跟日本大学交流 那尤其是七人制 通常他们日本大学都以四人制为主 最多 所以能有七人制的交流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然后就很谢谢院长去办这个比赛 橄榄球带给我的比我带给橄榄球的多 橄榄球员给我的回馈 那每一张卡片都是他们很努力 用尽他们的心思来写的 所以看到学生准备的礼物 我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因为他们的付出比我更多 我常常讲我们在橄榄球上 就是一定会跌倒 一定会痛 面对挑战 然后站起来继续奋战 所以我都跟运动员鼓励 运动所训练给你的是一种精神 是一种体力 我也希望说我们的选手知道 就是这个精神让我们在社会上 可以一直往上的力量 所以我鼓励球员 好好的表现 这是你们的舞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